阿易銘雄出現了一個惡霸 他開車過平交道的時候 逆向擋住對方來車 結果他不但不讓路 還把車子就停在平交道上面 人走下車去跟對方嗆瞎 最後還疑似出手打人 甚至拿出球棒來恐嚇 讓對方氣的跟警方報案 警方根據車牌找到了這個惡霸 依照公共危險罪 還有恐嚇罪將他移送法辦 火車剛通過柵欄緩緩升起 契機車依序排隊通過平交道 這時候一輛白色轎車 不但逆向擋住對方來車 駕駛還從車窗伸出左手 比出罵人手勢 你怎麼知道你逆向 你怎麼知道你逆向 我逆向 你是要怎樣 我罵你逆向 手指罵人還不夠 身穿黑上衣的男子 直接走下車 對著被擋到的靈性駕駛 囂張嗆瞎 甚至疑似出手打人 最後還拿出球棒恐嚇 影片被PO上網 立刻引發網友大罵 這簡直就是惡霸 平交道惡霸出現在嘉義民雄 上個月底 林姓男子開車 行進東融路平交道時 對向一名轎車駕駛 逆向擋住他的去路 他好心提醒對方 你逆向了 沒想到對方不道歉 也不讓路 還直接把車 就停在平交道上 下車嗆瞎口課 雙方當事人是 互相不認識 就單純在這個行車 救婚上面所發生的這個救婚 遇到囂張惡霸被害人氣的向警方報案 警方根據行車記錄器排到的車牌 尋現找到這名男子 由於他就把車子停在平交道上 已經觸犯公共危險罪 警方依法將他移送法辦 記者喉管包經營嘉義報道